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 我们都希望有很多好朋友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的我们发现 年幼时的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 朋友真的需要很多吗 其实一二即可 我们最需要的是朋友 能够做我们的耳朵 聆听 能够做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能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温暖 当我们脆弱的时候 朋友不需要多 最重要的是 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同时也要做自己 最严厉的鞭策 因为 当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 内心的增长的时候 我们不会感觉到孤独 我们没有恐惧 我们也没有空虚 我们变成一个能够分享 一个热量 一个能源 我们的快乐能量 都来自内心 朋友的定义 是什么 您能不能用一点时间 用简单几个字 写下来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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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